那區內的這個中間的11米的計畫道路 預計在今年就開始動工 那年底可以完工 那在商業區設福用地 這些的話 我們也有做一個騎乘的搭配 目前其實市府的 這個也定期透過這個跨局柱的開會 來進行一個整體性的一些規劃 包含兩個基地的動線的一個串連 跟未來這個捷運出入口的 整體性的這個人型動線的串連 那預計商業區的部分 未來是由這個財政局 用設立地上全的方式 招標 那預計在108年完工 那社府的用地會搭配這個商業區的開發期程 未來在這個109年 那這個公園的部分未來就是 因為公園的開幣相對比較快速 未來會是這兩塊基地開發完以後 來進行一個相關的規劃 那公園基地內裡面的這個派出所的部分 因為他們還沒有達到這個使用的 報廢的年限 目前就是由警察局來先行 用這個建物補強的部分來做一個處理 那這個6的部分其實我簡單說明一下是95年跟我們這一次102年所公展所提的這個計畫內容的一個互相比較 主要就是在這個計畫目標構想跟基地的用途加入了除了原來的這個社府這個長者的這個照護系統之外 另外加入了這個供應出租住宅的設置 那在使用分區或使用組別的部分其實是沒有調整的 那在開發強度的部分剛剛有提到就是在北側的部分 從由200億調整到400 那這個部分主要是考量未來的這個大眾運輸導向跟提升這個公有土地的效能 那開發方式的部分其實並沒有變動 其實在計畫書都包含了設定地上權BOT跟這個編列預算 只是說市府之前是採取BOT 那因為BOT不順未來是由這個各分區的主管機關來進行一個開發規劃 那這個部分其實簡單說明一下就是公開展覽以後 其實在主要計畫跟新規計畫有做一些簡單的調整 主要就是包含了加入了這個未來信義線完工以後 這個東延段延伸到基地做一些文字的補充說明 那另外以及在這個基地的這個捷運站出入口保留這個未來設計的彈性 那本來是文字上是寫法上是規劃在這個商業區及公園用地 把他改成商業區域或這個公園用地 那另外的部分這部分跟剛才一樣就是有提到就是加入這個大眾運輸導向 跟提升公有土地的效能的一些相關文字 那矽季的部分也這個部分也都一樣就是補充一些文字的說明 那這個部分剛才有關這個開放空間的調整 這部分剛才有說過右邊的部分是原來95年 那僅有在北側跟西側是5公尺 那東側的部分是10公尺 那這部分我們也調整 不含道路的不含道路用地的部分 北側基地推縮20公尺 那東西兩側推縮15公尺 那接下來說明一下這個市都委會的幕僚意見 第一點的部分都委會這邊是提到說有關這個容積的調整的部分 評估說明這個地區的公共設施跟環境容壽力的說明 那其實剛才有大概說明我們這裡再做一個整理 第一個就是說區內我們在這個本次的都市計畫其實增加了這個1.6公頃的公園用地一些以及道路用地 那另外在95年的時候其實在西側的道路也已經拓寬了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是以這個總量維持不變的情況下做一個調整 那調整以後全區目前是322的部分 那接下來有關這個公共設施跟環境容壽力的評估 包含這個交通下一頁以及這個停車剛才有說明過還有公園跟學校 其實客觀來講的話其實經過初步的分析是可以初步達到這個公共設施 公共設施容壽力的條件的情況下才足以這個調整下一頁 那第二個部分是有關本次這個社福基地增加了這個公營住宅是否有排斥性 就是影響到原來這個社福用地它原先的一些設施的需求以及區位上未來的規劃是否對原來的社福用地有所影響 那這個部分要說明的就是第一點就是說我們是以這個社福用地優先滿足它相關的社福設施的情況下 我們才設有的容積才進行相關的這個公營住宅的使用 那所以像原來規劃的像老人住宅以及身心障礙的這些設施以及地區 有需求的圖書館親子館等等都會維持的情況下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會相互來做一個排斥 那另外就是未來的這個區位的影響的話 目前我們會盡量透過這個開放空間的處理 然後未來會再跟地域民眾共同做細部設計的一些調整 那第三個就是請我們說明這個地區到底是採這個整體開發或是分區開發 那第一點要說明的是說雖然在95年的都市計畫是有說明說應該是採取一個整體性的開發 不過為了保持這個計畫的彈性其實有提到說可以試這個計畫推動的實際需要來進行的調整 所以過去我們當然是希望採一個BOT的部分 那不過因為後來這個委託開發不順 所以目前是為了加快這個地方的這個建設 所以我們也是符合原來計畫有規定的就是採這個市府來編列預算的部分來進行開發 那這部分是配合事業計畫有一些經費試算的部分做一些修正 那最後就是在針對人程的意見再做一個重整的說明 大概人程意見有很多 那經過我們歸納的話大概有以下大概八點 第一點的話是建議重新調整分區重新規劃 那其實我們這一次的這個基地的這個分區其實它在95年 其實市府是經過一個地區的需求以及這個未來發展的趨勢做一個整體性的考量 而並提到這個都委會來做一個確認 所以這一次的都委計畫上面有設計這個獨立使用分區的調整 那第二個部分是反對設置供應出租住宅 那這個部分之前也提到說這個部分未來其實它在供應出租住宅的關係上是有很大的不同 那主要也是配合這個詮釋性的這個推動這個青年租住宅需求 協助這個居住正義的這個政策而納入這個基地的 那這個部分其實民眾地區民眾當然是對量體的部分會比較多意見 可是並不是反對這個供應出租宅在這邊設置 所以接下來第三點其實也要說明就是說這個容積率的適度調整 其實當然是在客觀的評估相關的這個道路服務水準 那停車位的供給跟公園用地都可以滿足的前提下 然後來做一個適度適當的調整 雖然地區民眾我相信對這個部分也是還是有一些疑慮 不過這個部分我們市府的主張認證 真的是希望是在目前詮釋性的這種具有一定規模 而且而且這個形狀比較方整的這種公有土地資源也比較稀少的情況下 儘量來求取一個平衡點 那第四個部分就是區內未來的老樹 剛剛有提到市府會依照相關規定的部分來辦理 然後儘量讓這個樹群跟老樹在基地裡面生長 那第五就是這個斷層的部分的話 剛才有提到就是有我們為了慎重有特別寒請這個經濟部的這個中央地調所 那目前最新的資料回覆是說它沒有活動性的斷層 那不過這個地區的這個比較環境敏感的這個狀況 後來未來開發市府針對這個地質以及這個相關建物結構 我們還是會做省慎來做一個處理 那第六點就是這個拓寬領口接八十項 並維護這個日照權 那剛才有有說明的就是說不含這個道路用地的部分 北側在這個領口接八十項是退縮二十公尺 那東側是大道路西側是福德街八十項是退縮十五公尺 那另外有提到就是希望是不是可以直接拓寬道路 那這個部分經過我們整體考量的話 因為必須考量地區的整體的這個交通的一個路線跟這個情況 如果特定調整一個路段的話 其實對於地區的這個交通並沒有改善 所以這部分我們未來是透過開放空間或是基地的退縮來做一個處理 那第七點就是反對拆除這個福德派出所 那這個部分剛才有說明到未來將由這個警察局先進行這個建物補強的一個處理 那第八點就是規避這個環評的部分 其實市府在提這個案子的時候其實並沒有特別去考量這個環評 主要是因為之前的BOT的這個開發不順 所以重新檢討由這個市府的相關單位主管機關 循這個公務預算來處理也是依照原來的都市計畫 那後續其實各分區該環評的部分 其實依照環評相關的法規 我們市府也會進行依照法規來進行處理 那以上先做簡單的說明 好 那現在 謝謝 謝謝